大家好,本小节我们来制作造型墙 我们注意到这点墙面它是有那种凹凸造型的 回到3D Max中,我们把这面墙选中,孤立出来 切换到正交式图,创建一个巨型作为参考 宽度设为20,然后把它放到这个边上 接着我们选中这面墙,把上下两条边选中 选择连接,然后数量这里我们调整一下 让它和刚刚建的这个巨型块块一样款 那这里数量就给到39吧 在选中这些边的情况下,我们去切个角 数量设为2,分段设为0,好的,确定 选中这些窄一点的面,挤出负5 把上下这两个面选中删掉 接着要把每个缝里面的这个面把它也删掉 上面的也是都要删掉 那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式来选中这些面呢 谁要是知道在评论区告诉大家 接着要把上下这两个空面要把它封口 一定要封口,要不然会漏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面墙的材质 我们留意到这面墙上它实际上是有两个材质的 一个是白色的石材,还有一个是发光体 好,我们选中灯线的这个面 给它随便上个材质 注意哦,这里我们要的并不是这个材质 而是告诉模型,这个面是一个材质 我们随便给它设个颜色 然后反选,选中其他面 给它们附上另一个材质 随便设个颜色,区分一下 柜子两侧的造型是一样的,对称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删掉,复制一份出来 挪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面把它拖过来 接下来就是导出并到U1里面导入 好的,那这两面墙我都已经导入进来了 选中它,我们注意到它的材质这里 有两个插槽 接下来我们到Materials目录下 创建一个新的材质 起名为ColorBase 打开它,创建一个颜色节点 把它连接到基础颜色上 高刚度提升为参数 默认值设为1 我们把这个颜色节点也转换为参数 就叫基础颜色 把默认颜色设置为白色吧 接着把粗糙度也提升为参数 预览一下,基本上就这样了 保存,关闭 我们通过它创建一个材质实例 就叫纯白实材 打开这个材质实例,稍微调整一下 把高光度降低一点 我们调到0.4吧 好的,那就这样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把这个材质拖到墙面上 接着我们创建一个自发光材质 起名为LightBase 在这里创建两个颜色节点 一个连到自发光颜色 一个连到基础颜色 把这两个颜色节点都转换为参数 然后把名字给它们都安排上 把它们的默认颜色都改为白色吧 为了能够调整发光强度 我们给这里乘以一个值 把这个B提升为参数 改名为发光强度 连接到自发光颜色 发光强度 这里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值 就给到10吧 好的,保存一下 关闭 我们把这个发光材质拖到灯线上 这里太小了 不好选择 那我们就拖到这里 我们把它打开 修改一下颜色 搞错了 忘了创建材质实例 我们根据这个材质来创建一个实例 起名为灯线 然后把这个材质实例付给它 打开这个材质实例 我们去看一下参考图 我们看到这个灯线 它是有点淡淡的发黄 回到材质实例 把发光颜色和基础颜色调整一下 好的,基本上就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把材质都给它附一下 好的,我们走近观察一下 这个材质看上去相当不错 根据参考图 我们把这些材质都给它附上 这个里面我们也给它附上这个白色实材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门把手 它应该是一个黑色的金属材质 我们根据这个color base 创建一个材质实例 起名为黑色金属 先把材质丢给它 然后把颜色修改为黑色 粗糙度调到0.6左右 高光度也调到0.6左右吧 看上去还不错 就这样吧 我们保存一下 那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小节 我们来调地面材质和大理石材质